好 轉中帶你來關心 在昨天中午在台北市中山區 中山北路一段上 是發生了一個路樹倒塌的事件 一名67歲的騎士是經過了馬路 沒想到就被這個路樹給砸中 而他當場是失去了生命跡象 並且是送到了馬街醫院急救 沒想到幾個小時後是宣告不治 而今天他們也在二兵進行相驗 法醫跟檢察官都來到現場 而死者的哥哥也有來到現場 並且表達他的想法 帶你一起來聽 我們就是這麼不信 我們就在家裡等 就等到警察打電話來說 好 可以聽到 鄭明大哥他是說 這個弟弟65歲 是從事遊覽車司機退休 當天他從新北市來到中山區 他的住家要來拜祖先中原街普渡 沒想到在路途中 就接到了二號弟弟死亡的消息 而他也強調說 弟弟平常都是很守規矩的人 沒想到這回竟然是遇到了 這種的事情 而他是也強調 希望說政府是能夠來加緊 管理這個路樹 以免會有再次有類似情況發生 雖然說這個路樹是有保意外險 會有六百萬元的賠償進行 不過就怕有類似情況在發生 那也是呼籲政府應該要對路樹來加緊管理 那也重新掌握到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